事發在當地晚上7時 地點位於布魯塞爾市中心的伊普爾大道附近 根據當地傳媒報導 一個新穿橙色衣服的中年男子 騎著一輛電單車到達現場 然後立即拿出一把大型武器向路人開槍 現場傳出多下槍聲 槍手其後追著幾名途人進入一間有玻璃幕牆的大廈 又連開多槍隔著玻璃幕牆見有人中槍倒地 槍手離開前接返 向倒地者捕槍置其於死地 據報槍手作案時曾以阿拉伯與高夫真主偉大 美聯社報導 今次槍擊案中 除了兩名瑞典人離難外 一名當地司機也有受傷 但並沒有生命危險 疑犯在事後逃離現場 當地警方即時腰斬在案發地點5公里外的稀素球場 進行的歐洲國家杯外圍賽 並展開大規模搜捕行動 現場超過3萬5千名球迷 被安排到附近的國家體育場站備 與此同時比利時當局 將恐襲警報提升至最高級別 其後有一位疑似槍手 在網上發布一段影片承認責任 他在影片中自稱阿卜杜利姆·阿爾吉拉利 聲稱自己是真主戰士 但暫時未有人能證實影片的真偉 瑞典早前發生一連串公開焚燒可蘭經事件 導致伊斯蘭激進組織的威脅 瑞典期後在8月將恐怖警報提升至第二最高級別 喂喂 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subscribe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 觀看